新北的检署打击民生犯罪专组检察官赖简如4日,指挥调查局新北市调处侦办以曾姓男子为首脑的吸金集团, 依赠送百万名车击出国律游维尔炸裁,五年来吸金于13亿多元, 今天上午向法院申请羁押曾姓主嫌,下午经法院才准收押禁检。 检调人员昨天前往新北市卢州等共计武处执行搜索、查扣交易资料、账户存折、电磁记录等物证, 约寻被告曾姓主嫌及证人共其人道案,经检察官漏页讯问, 于今天上午7时许向法院申请羁押主嫌曾姓男子检调追查, 曾男等人经营的吸金集团,曾为实际向主管机关为公司设立登记, 涉嫌已赠送百王宾市等名车,招待国外旅游,每年最高280%报酬为诱因。 杨称将投资苹果、三星等新款手机买卖,引诱不特定民众投入资金, 为让民众误认集团手机投资事业获利甚丰, 并多次邀请大牌歌手举办伟牙及春酒, 检调查出,该集团自民国103年至今,出估违法吸金约13亿多元。 主嫌曾姓男子经检察官漏页讯问后, 认舍嫌违法银行法、诈欺等罪, 罪嫌重大,且有勾串,逃亡之余, 今天上午向法院申请羁押进县, 下午经法院才准羁押进县。 清北的检署检察官赖简如四日指挥调查局新北市, 调处侦办以曾姓男子为首脑的吸金集团, 以赠送百万名车集出国律邮尔炸裁, 五年来吸金逾13亿多元, 申请羁押曾姓主嫌, 今天经法院才准收押进检。 图报细资料照。 分享。